还有两天,俄罗斯世界杯半决赛就将举行,到时上半区的法国将对阵比利时,下半区的对阵将是科罗地亚对阵英格兰。 而赛事进行到如今,世界杯除了多队暴冷提前出局之外,还发生了一些啼笑皆非的事。 其中两大黑马瑞典和科罗地亚更是有苦说不出,因为他们双双因为莫名其妙的理由而收到了国际足联FTA的罚单,堪称本届世界杯最大黑马的瑞典队。 在八分之一决赛对阵瑞士队时,最终凭借德甲莱比锡红牛队球队福斯贝里的进球,一比零战胜瑞士时隔24年后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 然而瑞典却因为一个小失误,付出了7万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47万的代价。 原来,在本场比赛中,有几位瑞典队队员穿的袜子虽然颜色一样,但却不是非非所允许他们穿的牌子的袜子。 事实上这些非非非所指定的袜子要比正常的要短一些,因此非非很容易就发现了这个错误。 在比赛结束后没多久,正当瑞典队在庆祝进入八强时,他们给官乐中的瑞典人发来了罚单和一份警告书。 原来,瑞典队在世遇赛中就发生过川非指定赞助商提供的球衣的事,当时非非只是希望瑞典队整改,这次在世界杯是属于赛反,因此被重罚。 而7万瑞士法郎相当于62万瑞典克朗,这个代价是真的很大了。 瑞典队在四分之一的比赛中,0比2遭英格兰陶、泰、无援四强。 而立刻俄罗斯队进入四强的另一区黑马克罗地亚队所收的罚单更是令人哭笑不得。 他们也被罚了7万瑞士克朗,而原因则是因为喝了一口饮料。 当然了,喝饮料不至于这样,但如果喝的是错的饮料,那麻烦就大了。 事情发生在哥罗地亚和丹麦的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后卫洛夫伦喝了一口毛品牌饮料,违反了国际足联与另一个赞助商签订的赞助合同,最终招来了巨额罚款。 此外,国际足联还禁止球员在个人穿戴用品上,发布任何与个人有关的信息。 因此克朗地亚门将苏巴基奇也因为身穿印有王国队友照片的T恤而受到警告。 显然,对于在场上的一切细节都有十分严格的要求,这个其实也可以理解,毕竟赞助商投了这么多钱,必须保护他们的利益。 这也提醒中国队,如果四年后能进卡塔尔世界杯,在这些方面一定得注意的,可别被罚快了。